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红 来到 JB 晚餐要吃什么呢? 除了可以吃竹炒、交菜、吃饭 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吃小吃 来到小饭中心吃小吃 我们家时常就讲 Eat rubbish 吃辣西 那现在我是来到了 JB 的板栏这一带 就是 Passaborong 的这一带 这边有一个叫做星座的小饭中心 听讲里面的那个烧鱼很好吃 其实我是有经常来吃的 但是都是没有吃烧鱼 因为我没有什么耐心去等 都是吃了一些东西 就快快回去做东西了 好了 那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试一下它的烧鱼是不是那么好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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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有点了一个 我叫了一个烧鱼 跟一个四面豆 但是要等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就先叫一盘拿西罗马来吃 看也是不错的 每次来就是吃了拿西罗马 快快就跑了回去做工了 拿西罗马比较快吗? 不到不到一分钟就上菜了 你看它的炸鸡肉比较白 但是不影响它的脆 它是有炸到的 还是脆的 你看看听的声音 还是脆的哦 OK Samba 这是一个很普通啦 就是很普通的Naslo马 OK 它饭是蛮好吃的 你看 它的饭是一粒粒的 好 这一下它的炸鸡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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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凡事都不能看外表 你不要看它外表白白这样子 它的皮是脆的 然后炸鸡还是有腌 那个味道腌到里面的 那鸡肉是有味道的哦 它整体来讲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我们华人的 风味的拿西罗马 OK 那我的烧鱼来哦 看一下漂亮吗 然后就叫了一碗饭 一碗白饭 我给你们讲啊 吃烧鱼啦 OK 第一 当然是鱼的那个新鲜度 再来是那个酱料 那个酱料 你要做到火 它可以 这样讲呢 人家吃了会注意的 有些它 就下了普拉酱 OK 在那个味道跟辣椒 配在一起啊 吃了会追的那种感觉啊 会回头的 OK 再来呢 就是啊 你在烧着那个鱼的时候 要掌控那个火候啊 烧到刚刚好 那个熟度啊 那吃了里面还有 带有一点水分 这样子啊 这样才是好吃的烧鱼哦 这个菜你看啊 是炒到不错的 这种四面豆呢 就不可以炒到这么熟啊 你炒到这么熟就不好吃了 就是 还要大火去炒的哦 要吃那个口感的 先试一下它这个酱 嗯 它的酱呢 有它的特色 那种味道我讲的是有啦 它有放一种 不懂什么味道啊 可能 因为这个哦 这个稍微我给你们讲啊 每一间它的味道都不同的 它们有自己的特色的 有些人有放巴拉蘸 有些人不是用巴拉蘸 它用其他的方式去调它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很适合 配饭 这个鱼还没有试 我试一下 看跟鱼配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味道 大大口啊 嗯 很配那个鱼那个酱 它的鱼的熟度是 烧到刚刚好的啦 跟那个酱配起来 是不错的 是好吃的 现在呢就是吃它这个丝面豆 这个叫丝面豆 可以生吃的这种豆 嗯 嗯 没有炒太熟 OK 过关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那个 酱巴了 它的那个辣椒酱啊 是有带一点比较油精的 比较油腥的 然后 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做烧鱼啊 那个油一定要够 跟那个鱼肉才配得到的 嗯 然后它的酱巴 再加上它的酱巴 也是 我觉得那个料也是放的蛮足的啦 有吃到味道啦 哇你看 吃到干干净净啊 看到吗 好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烧鱼啦 就是它的酱巴是蛮有特色的啦 看这个鱼配起来是 算是不错的 再来就是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 掌握那个火候掌握得很好啦 就是烧出来的鱼就是刚刚好的 里面还可以吃到鱼的水分啊 灰干干这样子啊 啊 最后呢就是价钱啦 刚才我吃的这一盘鱼啦 是三十四块半 三四五 OK 吃到这么准了三四五三四块半 所以 啊 价钱是OK的啦 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 就是可以推荐大家来吃这个烧鱼的 好了那这一期的美食分享就到这边啦 大家有什么东西要讲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还是你有来这边吃过东西啊 哪里的东西好吃啊 还是在哪里哪里的东西好吃啊 欢迎欢迎留言喔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video的话 也帮我点个赞 然后share啦 帮忙share一下 OK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欢迎欢迎你们订阅一下 OK 那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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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